今天我们来跳钢管舞 在好莱坞电影的熏陶下 有不少人是把钢管舞 直接同托衣舞化等号的 因为托衣舞白 托衣舞化 但其实钢管舞在本世纪初 已经由曾经带有色情暗示的表演 变成了一种结合舞蹈 砸击于一体的专业运动 因其能帮助塑造肌肉线条 练出你们要的sick tag 不少健身机构都提供钢管舞的课程 而且钢管舞居然还有比赛 在美国 英国 荷兰 澳大利亚等国家 每年都还有大型的钢管舞赛事 中国钢管舞国家队 还是直接归属世界钢管舞联合会管辖的 是不是很牛叉 不止 男性也开始加入了这项 从前被认为只有女性参与的运动 以为男的跳钢管舞会让人无法直视的我 发现其实更具备肌肉力量的男性 跳起来也蛮好看 不知道初学者会跳成什么样子呢 我决定请出当下小白鼠试一下 我们首先先做一下热身 快来试一下 我决定请出当下小白鼠 我的脚非常长 很太长 我像鸿鸟在喝酒 我的脚非常不稳定 而且非常痛苦 我决定要把我放在脚上 我觉得热身有点太长 而且很痛 听老师说是因为一起热了之后 才可以跟钢管的摩擦 方便我们固定在钢管上面 我真的想尝试 看看我能够做一或两个摩擦 左手抓住钢管 往下蹭 起 我认识那些鸿鸟 会把鸿鸟转向自己的鸟鸟 但我还没想到鸟鸟在鸟鸟 是特别的 因为它能够转 是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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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能地以为说 跳钢管我们穿这么少 是故意的 是要去达到诱惑的功能 但其实你在钢管上运动 很多时候是靠皮肤 跟钢管的摩擦造成的 所以不得不穿少一点 大 好 准备 上 好 往上顶 对 你的韧性 肌肉要求是非常高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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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实际上 我想给你弄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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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双腿打开 吸住 往上 快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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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了 走 我相信天职 我认为我有可能 在棚舞舞台的场上 我认为棚舞舞台的整个点 是在一个美丽丽丽的位置 并且在第一场场上有很多力量 我认为这位老师表演的时候 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美 并没有看到所谓的诱惑的东西 对身体各方面素质的要求 都是一个极高 我一定会推荐 至少尝试一次 男生要去跳的话 为了你的身体健康长相 可以穿两颗内裤 你能够可以穿两颗内裤 你能够可以穿两颗内裤 你能够可以穿两颗内裤